很多朋友在买黄瓜时喜欢选择顶花带刺的 因为黄瓜表面带着小刺刮顶带着鲜亮的小黄瓜 给人的感觉就是这瓜特别新鲜 只要掌握这个小方法 在家也能种出这种顶花带刺的黄瓜来 因为黄瓜是否顶花带刺 与黄瓜受粉的时间有关系 我6月22号已经发布了关于黄瓜受粉的小视频 朋友只要掌握好时间就能自己种出这种黄瓜来 鲜花黄瓜一般在雌花开放的前2-3天 也就是小瓜牛顶部花瓣微微泛黄时进行受粉 这样可以使黄瓜保持15-20天的鲜花 干花黄瓜是因为在雌花开放的前一天或当天上午进行的受粉 所以说当你对黄瓜进行人工受粉时 只要掌握好时间就能保证黄瓜顶花带刺了 以上是我的个人经验 欢迎焦虑